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乱 美国战役溃败 种族矛盾爆发 经济严重衰退 造成一种新乱 美国极右势力近年一直在刮一股叫做新冷战的风 我觉得新冷战实际上就是美国新乱的表现 有点像这个病急乱投医 对中国的迅速崛起 美国现在不知所措 但新冷战确实是开错了药方 必将以失败告终 美国新乱体现在最近美国政客的一系列理性缺位的演讲中 那么6月24号的时候奥布莱恩在演讲中说 美国对中国误判的根本性错误 就是没有留意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忽略了中共从来就是一个兴奋共产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党 坦率讲美国这个级别的高官 最近才知道中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确实这有点讽刺一位 看来这位历史出身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有点孤陋寡闻了 当然他不仅应该了解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政党 他更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已经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党 这才是中国成功经验的精髓 那么7月7号 克里托弗·雷他也这样说 就是中国的目标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 对美国的创新 经济安全 民主思想 构成如此广泛和全面的威胁 他甚至说美国联邦调查局 每隔10个小时就要开启调查一个中国渗透 或者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案子 然后呢这个蓬佩奥国务卿 又在这个美国尼克松图书馆发表了一个 反华反共的演讲 认为从尼克松总统以来 美国对华接触目的都是为了改变中国 但发现中国没有改变 到中国开始大规模的渗透美国 随后他就开始谩骂中国共产党 如果干预美国内政 要改变美国 逻辑之荒谬 语言之夸张 真是匪夷所思 美国这些意识形态狂 很像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者 但美国最终可能为这场 新麦卡锡主义运动 付出沉重的代价 就像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 当时美国国内掀起了疯狂的反共浪潮 成千上万的华裔被怀疑为间谍 2000多万人接触所谓的清查 它不仅造成了对无数公民的人权侵害 而且使美国陷入了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 和愚蠢的越南战争 那么7月31号那天 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我 他就问我如何看待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关于中国的演讲 我说这个人意识形态非常重 是一个冷战者 他观念落后 傲慢无知 我们不怎么在意蓬佩奥这个人 我说中国不是苏联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 是130多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 以购买力评价来看 中国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有世界最庞大的中产阶层 你怎么可能遏制这样的国家 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 你会发现不是中国被孤立 而是美国自己被孤立 那么当年美国对苏联遏制 所谓冷战这个设计师 是乔治·凯南 他反复强调 当时他这样说的 美国在于苏联长期竞争中 能否获胜 取决于美国能否给世界人民 这样一种印象 这印象就是美国有能力 处理好本国的内部问题 而且拥有巨大的精神力量 但是今天一场新冠疫情袭来 把美国打回原形 可以说在多数国人心中 特别绝大多数中国青年人心中 美国神话已经终结 美国国内治理及其制度安排 更多的是反省的对象 而非学习的对象 这就是我讲的中国人民的兴盛 坦率地说 这是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 对落后政治制度的兴盛 新加坡知证学者也是我的好朋友 马凯说是这样说的 他说面对新冠疫情危机 还有弗洛伊德蝉死的族裔悲剧 美国特朗普当局的糟糕表现 反衬出中国的高大形象 让中国成了当今世界最有能力的国家 我觉得他这个讲话还是很到位的 好 今天就跟大家谈这些 谢谢大家